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不以物喜,不以体会,就是说不要因为外在的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原因,世界万物而影响,而使自己产生这种喜怒哀乐。 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碰到一点事情,马上就不开心了,碰到一点事情,马上就伤心了,马上就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了。 实际上这个都是说,读上就是让我们要不要对外在的事物所产生悲和喜,产生无我的境界。 无我的境界就是没有此物。 所以佛法界经常讲一句话叫如如如不动,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稳得住。 现在的人就是缺少修养,什么事情都稳得住。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一切其实都是一种唯心造成的。 所以呢,菩萨让我们不受世间一切,色受想行事的影响,不要受它的影响,看了这东西好看了,就起心动念了。 受就是感受了不开心了,感受了开心了,想的就是自己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欢喜。 这些都会影响你的心了,你的行为今天做了一件事情了,做得很开心和做得不开心,会影响你的心情了。 你今天买一样东西买得好,你可能心里就舒服了,买得不好,你可能就难受了。 色受想行事就是你的意识。 如果你的意识很正,那么你这个人呢,做出来的事情就很正。 如果你把人家想的不好,给你带来的流水,害怕。 因为你看别人不好的话,你心里会产生很多恐惧。 如果你看别人都很好,你心中就没有挂爱。 其中有 testimonian 数量是天使解惑的 weil 怎样是天使其实因爽,nsitk 不知道有没有人 虽然刚刚两个男的走过去了 但是他还是感觉这地方 会不会有人埋伏啊 等到他走到那里之后 他也啊 为什么呢 这地方正好有一片辣椒地 辣的不在哪 就是人因为受到自己的意识的影响 会随着意识而转换自己的想念 所以你看这个人好 你看他怎么都很好 你看一个人不好 你看他怎么都不好 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好 很讨厌 这些就是菩萨叫我们不要 用这些色受想形式 来受自我的控制和影响 因为我们每个人自身都有佛性 所以有时候你自己坚持 坚持自己用佛性来对待世界上一切的事物 你会产生一种毅力 这个毅力呢就是让你呢达到 我 不以物性 不以机会 就是我不受人家影响 所以很多人一看别人赚钱了 他难受 一看别人赚便宜了 别人中六个彩了 他也去买 你中不着了 那个人说不定中了几十年了 就不一定有这么一次 所以当你自己没有坚持心 你就不会产生一种智慧和毅力 你的困难就会在你的心中不断的放弃 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困难 很累 然后呢慢慢的呢 越来越困难 当你能够靠着自己内心的这种纯洁 那种慈悲 所以我们说彼岸瞬间就在咫尺显现 就是很近啊 就像刚才一个人想通了 他马上就想通了 想不通了 可能他一直都会想不通 所以人心经常在佛魔之间变化 你看我们恨人家的时候 你的心就像魔性一样 死盯着他 恨死他 最后他闯祸 最后他不好 这就是魔性 就是再好的人 你只要恨他 你也会产生魔性 佛性呢 就是感化 感觉到他很可怜 感觉到他不一定是有意证对你的 要用一种宽容性 圆容性 来化解 所以呢 爱与恨 实际上 用佛法界来讲 就是累世的集累 累世的集聚啊 就是实际上 这辈子你爱一个人 恨一个人呢 都是上辈子的缘分 所以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只是有的人 只是有的人气量小 看你一眼不胜眼 他就开始恨你了 或者他从你笑 你没从他笑 你就结怨了 所以很多人现在的气量越来越小 见味着别人的不好 一点点 他就马上就开始积累 这样的话呢 你就慢慢的 在人间的心胸变得越来越狭窄 所以佛萨跟我们说 人生如常啊 如梦幻般的变化 你今天跟他好了 你可能就马上变得一切都可以原谅他 你今天跟他不好了 你什么都不能原谅他 这就是人间 所以修心人必须要懂得 我们不能执着的羞耻 因为执着的羞耻 就是说我不听别人的意见 我就管自己 时间长了 你就会有心魔出现 人家告诉你说这个人蛮好的 你不接受 你还是觉得他很坏 你天天恨他 恨到最后 你一定会有模型出来 你做出的举动 对他的不好 可能你自己都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我这么恨他 所以人不能有恨 我们经常讲佛法 佛法的真实的意义 就是要有平等心来观一切 平等心 你们做什么事情 如果有平等心 你们心态就不一样 如果你们今天用平等心来看 别人的老人 你就会觉得像我的妈妈爸爸一样 像我的外公外婆一样 他们很可怜 你一定会站起来 在公共汽车上 在公共场合会给他们让位置 这就是平等心 你如果没有平等心 你就觉得这个老头子很讨厌 这个老太太 老太婆很讨厌 站的位置不肯上来 你只要用心一转 你觉得这是你家的情人 你就不会恨 如果一个小孩子 不停地在飞机上哭 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孩子 你可能就不会恨他 如果不是你的孩子 你觉得他真的很讨厌 不停地哭 最好的 最珍贵的 和天上的佛法是一样的 实际上 你已经在执着之中了 一个人如果不听别人的劝 一点别人的意见都听不尽 你们记住了 这个人就是执着的开始 所以夫妻之间只要不听对方的意见 你的执着的观点就开始了 世界上的一切法门 实际上都有它的佛法的内涵 佛法的内涵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诸法平等 今天跟你们讲的主要是平等性 有平等性的人才会有慈悲性 平等性是一种基础 你看你要去可怜别人 你首先不能看不起他 你看不起他的话 你不会去帮助他 你要看到他很可怜 你才会去帮助他 没有慈悲性哪来的平等性啊 没有平等性哪来的慈悲性啊 诸法无我 也就是说 不管我今天做什么事情 要没有自己 就不会有很多的私心存在 人只要有我相了 私心就开始存在 我相是什么 就是以我自己为中心 我不能吃亏 我不能上当 我不能听他的 他不能骂我 他不能对我不好 我对他很好 什么都是一个我字 那么自私心就开始了 也就是自战毁他 自己赞颂自己 毁别人 你去看一个人对自己 特别赞预 功高伙伴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 你看看他会不会经常讲人家不好 他一定会 因为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所以他就觉得别人都垃圾 就看不起别人 这就是现在社会 佛经上讲叫法性同一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一样的 同法门中只是因缘中的殊胜不同 今天不管什么法门 它都是佛法 它只是因缘不一样 今天你学信徒宗 你跟阿弥陀佛的缘分比较深 今天我们学心灵法门 我们跟观世音主上的缘分比较深 就是这样 所以师父从来不让你们去讲其他法门的好和坏 这就要教你们懂得叫法性同一 所以慢慢的在人间 学佛学到后来 要懂得能力越大的人责任越大 你要是有能力的人 你就有责任去帮助更多的人 你就更应该懂得怎么样放下自我 不去执着 不去执着地去帮助别人 然后自己如果迷失方向的时候 要静下心来看着自己的念头 自己的念头要看好 因为人的念头瞬间万变 一会儿一个念头 早上这么想晚上这么想 刚刚跟人家讲好的念头 马上有变化 所以现在的人心莫测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他想过和讲过的 是不是有变化 这就是佛法让我们要懂得 心要静下来 心要定下来 不去动它 心不动的人就是鲁鲁不动 神就是精神上要活起来 心就要像停下来一样 要心定生活 你的境界就会很高 因为现代人呢 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丧失了自己生活的目标 他什么都要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不管这个东西要不要脸 只要有了 我就要了 所以他丧失了目标之后 他就慢慢的成为 这个世界上物品和很多别人的奴隶 别人说你只要我给你这个 你就帮我去做这个 他就去做 我给你做这个 你就做那个 所以人就变成一种物品的奴隶 很多人为了买一个房子 什么都愿意做 很多人买一个车子 你再怎么样他都愿意 这就是人成为物品的奴隶 所以菩萨就是要我们提升心性 就是要提高境界 人不能为一点点钱活着 不能为一点点物质活着 现在的女孩子 你有房子我就嫁 你有什么钱我就嫁 我管你老头年轻人 这就是现在人的境界 妄想在调 真正的提升心性 就是说要从自我心中 来产生一种觉悟感 而这种觉悟感 就是要让你自己知道 我做这些事情 我对得起自己良心 很多孩子对父母亲不孝顺 希望爸爸妈妈早点死掉 因为还有遗产可以拿 这种事情不是没有 真的有很多 这就是我们心中有心够 心里有不够 所以要忏悔自己的心够 你想想看 你要是一个人真的要面子 那是工作上好 身体上好 学习上好 而不是说你怎么有钱就好 不管这些钱得来是光荣的 还是卑鄙的 你好像有钱了 大家就看得起 这就是现代社会上流行的那种物欲主义 所以佛法就是让我们要得清净圆满之心 清净圆满就是人家有再多的 不是我的我不要 圆满之心就是做一件事情 要对得起别人 对得起自己 就叫圆满 如果你一个心只对得起自己 让自己得到满足 但是伤害到别人了 这就叫不圆满 为什么要你们学佛陀 就是决性圆满 你看 头上永远不会伤害别人 你记住一句话 师父跟你们讲的 你不伤害别人 别人会伤害你 不会的 就是因为你伤害了别人 别人会伤害你 就算你偷偷摸摸的去伤害了别人 总有一天他知道了 他还会来伤害你的 这就是你非常不安的一个原因 所以很多人做错一件事情 一直担心 会不会有人来报复他 我们说做人要正 人生要正 师父教你们佛法 就是教你们要圆满佛性 佛性圆满 佛性圆满就是不要去伤别人 不要去害自己 而且做人要经常反省自己 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你们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成为一个天天在家里吵架 还是想成为一个 在单位里耳鱼耳诈 跟人家斤斤计较的人 还是想成为一个 被人家看得起高贵的人 为了一点点私心 为了一点点私欲 为了自己一点点的生活上的舒适 可以去伤害别人 甚至伤害你 你自己都认为他是个善良的人的心 那你就没有活着的方向了 你就失去了理想 你就没有尊严 你就是今天一个老板 你剥削削削 你把上面的员工剥削到底 人家远工没有一个不骂你老板 没有一个不诅咒 你今天是什么局长 是一个部长 或者是一个科长 你如果不为科员 谋福利 人家不会选军 所以尊严是帮助别人得来的 那是一种圆满的智慧 佛法是一盏明灯 他照耀在我们的心中 也是我们人类的救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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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